到达陕北之后的中央红军非常震惊地发现 陕甘边区居然正处于惨烈的肃反风暴之中 发动这场肃反的是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 这个临时中央局的产生本身就是莫名其妙 在江西苏区的苏维埃中央参加长征之后 当时还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一批共产党员 他们基本上都有在苏联学习的经历 可以跟苏联取得直接联系 他们认为长征中的苏维埃中央绝对是死路一条 不可能找出活路 于是这批人自己坐下来开会 决定自己组建一个中央局 而一直在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的王明 居然也同意了这个临时中央局的成立 并开始向这个临时中央局发布命令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命令 就是跑到西北去 抢夺刘志丹刚刚打下来的闪干边区的军权 看了前面两集视频的朋友 都知道这所谓的抢夺军权意味着什么 无非就是以抓特务为由 随便抓捕一批 屠杀一批 剩下的人进入寒蝉 这样从临时中央空降下来的官员 就能够站稳脚跟 在这个过程中 证据和审判都是不需要的 抓谁或者杀谁 全都是打着中央旗号的钦差大臣一句话的事 这一次 北临时中央局派到闪干边区 执行屠杀任务的叫做聂红军 1935年5月 聂红军到达陕北 宣布就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并要求闪干边区所有人都听从自己的指挥 这种要求当然没人理睬 于是到了8月份 聂红军就宣布发起肃反运动 在边区查特务抓特务 不过这个时候的闪干边区红军非常团结 对聂红军的肃反指令根本就不予执行 然而 没想到的是 到了9月中旬 从厄宇宛苏区突围出来的一支红军 红25军 一路北上也到达了陕北 关于厄宇宛苏区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是一个极端扭曲变态的苏区 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 为了夺权 在厄宇宛苏区发动的肃反运动 是最残暴的 厄宇宛苏区的红军上下 全都被变态狂张国焘给杀破了胆 扭曲成了斯德哥尔摩患者 比如徐向前的妻子程俊轩 被张国焘虐杀了 然而徐向前连一丁点反抗的意思都不敢有 即使他跟着中央红军九死一生过了松潘草地 张国焘一声令下 他还是乖乖的带着部队脱离中央红军 再次付出惨重的死亡代价 再走离子松潘草地回到了张国焘身边 从厄宇宛苏区走出来的红25军 在性情上当然也已经不是正常人类了 他们到达陕北之后 看到聂红军发起的肃反运动 立刻兴高采烈起来 干尽十足地配合聂红军 开始大规模地抓捕 闪干边区的军政领导 从九月中旬到十月初 十几天的时间内 闪干边区所有营级以上干部 全都被逮捕 并按照级别大小 挨个进行残酷的刑讯 打完了就直接杀掉 也不需要什么口供和证据 就这么一直杀到十月二十日 已经杀了两百多人 眼看就要杀到刘志丹和高岗 将陕北红军的骨干领导 全都杀光 就在这个时刻 毛泽东终于率部到达了陕北 他非常震惊地发现 整个闪干边区都处于肃反浪潮之中 气氛消杀人心浮动 于是他第一时间就下令停止肃反 控制闪干边区保卫局 并接管了闪干边区的全部武装力量 在此过程中 差点就发生大规模武装内讧 也就是毛泽东的行动果决 并且有着正统的苏维埃中央的身份加持 这才算是勉强控制住了局面 说到这里 我必须回过头来 总结红军现在所面临的局面了 前面我已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苏区红军的武器装备 大部分是由苏联提供的 这也是苏联可以对中国的革命指手画脚横侠干预的原因 然而 这种干预手段极其的低劣 甚至可以说毫无政治素养可言 由苏联选中的中共领袖王民 年纪轻轻 没有任何社会事件 又长期蹲在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 这种领导机制本身就是匪夷所思 至于由中央派人空降到各苏区去 以大规模肃反屠杀的方式抢夺军权 毁灭整个苏区军事体系的根基 这种抢权手段更是胡来 在江西的苏维埃中央被迫长征之后 苏联之时在上海设立临时中央 随即推动这个临时中央 去当时硕国仅存的闪干边区 发动大屠杀抢权 这种搞法的荒谬性 已经没法用正常逻辑来解释了 苏联的这一系列倒行一诗 对于年轻的中共来说 它起到了破坏作用之大 完全可以抹杀掉 它提供的那点军火援助的作用 事情到了这份上 当时在陕北的中共中央 事实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微信可言 没有人再愿意听从苏联的指令 而作为苏联在中国的代表 而存在的中共中央 当然也就丧失了发布命令的能力 并且当时的陕北实在是过于偏远 在地理上与苏联之间没有任何建立联系的可能 苏联援助的军火不可能再送到红军手上 这也断掉了中共中央最后的一丝念想 因此 毛泽东当时虽然是名义上的中央的二号人物 周恩来的副手 但是他作为本土革命派中最接触的代表 事实上已经拥有了最高的威望 成为了红军的最高领袖 对于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来说 他有两个迫在眉睫的工作 必须要尽快完成 第一 在失去苏联军援之后 必须重新给红军找到稳定的军火供应渠道 第二 在西北大地上建立稳固的治理体系 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如果他可以完成这两项工作 那么他将真正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地位将无可撼动 而如果他无法完成的话 那么在西北的贫瘠之地 毛泽东和剩下的红军队伍都将会在饥寒之中死去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做了很多尝试 1936年1月 刚刚完成修整的红军 就发起了东征战役 主动进攻山西 试图打开一条生存通道 山西军阀沿西山的反应非常迅速 他一边组织防务 一边向蒋介石求援 于是蒋介石派出四个师的主力部队 参与了对东征军的堵截 这场东征战役持续了整整五个月时间 越近而来的红军跟沿西山的进军 以及蒋介石中央军 打了很多次小规模的遭遇战 双方各有输赢 此时的红军弹要匮乏 已经没有能力再集结起来 进行大规模的军团作战了 到了1936年4月中旬 眼看进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已经对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要将红军包在山西关门打狗了 红军毫无办法 只能黯然撤回陕北 在撤退过程中 陕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战死 成为了这一次失败尝试的牺牲品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清晰的意识到 红军和国军的战斗力对比已经是今非昔比 在江西苏区时期 红军可以压着国军打 然而到了西北 情况完全不同了 山西军阀阎西山雄才大略 虽然形象很土 像个土财主 但是他无论治军还是李正都是一把好手 山西省的经济在阎西山治下欣欣向荣 甚至都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味道 在这样的地方 中共打土豪斗地主的那一套主张 根本就站不住脚 禁军保卫家园 抵抗红军入侵的士气和决心 更是如同钢铁一般强硬 退回陕北大地的红军 几乎是弹尽粮绝 走投无路之下的毛泽东 终于将目光看向了陕北大地上 负责围剿的主力部队 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 前面我已经反复讲述过 自从张学良严令东北军 不发一枪丢弃东北之后 这支部队就已经被打断了几股 丧失了斗志 彻底没有了战斗力 撤到关内的东北军 先后参与了很多战争 表现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垃圾 无论对面的敌人是谁 东北军的唯一反应就是逃跑 一开始还是当着敌人的面才逃跑 后来就是封闻敌人来了就逃跑 到他们去西北围剿中共残军的时候 已经是只要部队开拨就逃跑 并且逃跑之后还不用受任何惩罚 因为整支军队从上到下 每一个人都在逃跑 逃完了找个地方集结起来 又是一支完整的军队 还能高高兴兴的继续吃香喝辣 以当时红军的实力 打进军和中央军已经打不过了 但是要对付这样的东北军简直不费摧毁之力 张学良对此也有自治之名 他知道自己如果真的与共军死磕 那么结局只有一个 东北军整体滑变一哄而散 1936年4月9日 在东征山西战役的拜祥已现的时候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正式会面 双方愉快地达成了停战协议 互不侵犯 互派代表 负责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贸易 也就是红军可以向东北军购买急需的军火补给 搞笑的是 协议双方还给这份停战协议 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 联合抗日 一致对外 在达成这份协议之后 困守陕北的红军就获得了一段非常宝贵的修正时间 从东北军这里买过来的军火物资 虽然不多 但好歹也能续命 最关键的是 留在四川的张国焘这个变态狂 已经吸引了蒋介石全部的注意力 他不再关注西北红军 而是集中精力去对付这个杀人狂 张国焘这种权力狂魔 在通过内部大屠杀的手段 抢不到兵权之后 根本就不可能忍受在自己头上 还有一个中央 前面我已经讲过 1935年8月 张国焘与中央决裂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通过松攀草地 九死一生才逃出了张国焘的魔招 注意我这里使用的是逃这个词 因为如果再不逃的话 杀人狂张国焘 一定会把毛泽东以及整个中央红军杀得干干净净 到十月份 张国焘决定率军南下 在四川腹地兴风作乱 这个时候张国焘的总兵力达到了八万余人 并在决裂时期 强行从中央红军手中收编了一部分军队 在当时来说 这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了 张国焘随心所欲的带着这支大军 在四川各地游荡 从西边跑到南边 这里打一打那里打一打 毫无目的可言 也不打算固守某个城市发展成根据地 看起来这场军事大游行的唯一目的 就是彰显张国焘的个人权威 显示他独一无二的指挥权 蒋介石当然不会惯着这样的神经病人 1936年2月 在四川亚安地区 国军终于追上了张国焘 对他一通狂揍 四月份 红军推到甘孜地区 八万人已经只剩下四万人 到这个时候 被张国焘杀到心灵有区的 红四方面军将士 终于从斯德哥尔摩郑后里走了出来 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反抗张国焘 拒绝在服从他的命令 然后坚定的北上 去陕西与中央红军会合 1936年10月 红四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 在甘肃惠宁地区 渡过黄河 到达黄河西岸 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杀 此时的红四方面军 已经只剩下两万人出头 并且其中有一半是机关工作人员 也就是非战斗人员 虽然这依然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 对于当时兵力匮乏的 闪干边区中央红军来说 看起来好像是一次强大的兵力补充 不过最大的麻烦在于 张国焘此时并没有死 因为渡河时期受到国军追兵干扰 他和一部分红四军司令部人员并没有渡河 这批人转到直接进入了陕北 和毛泽东再次碰上了面 各位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毛泽东此时的心情 对于张国焘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恨之入骨 在长征路上 红军真正的磨难其实就两次 一次是被贵系军阀白重洗 打得接近全军覆没 不过这是战场上 大家光明正大的较量 并不算是丝绸 第二次就是跟张国焘决裂 中央红军被逼着穿越松攀草地 死伤无数狼狈不堪 现在张国焘突然活生生的出现在面前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机关 所有人不记得蹊跷生烟是不可能的 不弄死张国焘唯一的原因 就是他带领的红四方面军 还有两万多的活人 停留在黄河边上 对于这批斯德哥尔摩症状患者 被张国焘杀到心里扭曲的人类 虽然他们拒绝过一次张国焘的命令 但是要让他们再次处于张国焘的指挥之下 谁也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整个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 再次面对张国焘的时候 全都不可能有安全感 如果让张国焘重掌兵权 他大概率会下令对中央机关发起大屠杀 而听到命令的红四方面军将士 大概率也会执行这种屠杀命令 到这个时候 中央唯一的处理办法 就是把红四方面军远远的调走 让他们随便去攻打一个什么地方 最好是全军覆没一个都不要回来 于是 1936年11月 红四方面军被改成为西路军 中央赋予了他们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向西进攻 占领宁夏 并打通和苏联之间的交通联系 宁夏地区的军阀势力 比山西的延西山更加强大 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家军多年经营 兵力雄厚 装备精良 而此时的西路军两万余人 只有八千多支枪 每把枪也只配了十几发子弹 这样的所谓进攻 当然就是让西路军去送死 四个月之后 西路军终于突进到甘肃梁州地区 然后就陷入了重重包围 1937年3月21日 中央电告绝境中的西路军 望全体直战员 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 奋斗到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滴血 绝境中求胜利 全党和全体红军 示威你们的后盾 就这样的电门 当然就是要求他们 全体乖乖死绝 不要再想着突围 更不会有想象中的救援 这场仗打到最后 两万西路军将士 只有三千余人 活着逃出了包围圈 其他人要么被杀 要么被俘 尤其是数以千计的 机关文职女兵被俘虏 遭遇了惨绝人寰的虐待 集体沦为马家军的军纪 两万西路军的悲剧 并没有给张国焘事件 划上句号 就在西路军陷入绝境的同时 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 正式开始了对张国焘的批判 强制要求张国焘 公开承认错误 因为西路军将士 并没有彻底死绝 所以会后中央 并没有直接杀掉张国焘 而是把他闲置起来 以便随时展开批判 张国焘当然不甘心 就此等死 一年之后 他逃出了苏区 投奔了蒋介石 对于这样的变态杀人狂 蒋介石当然也不敢使用 张国焘被安排进入军统 跟着戴笠一起干了特务工作 专职负责追查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红色中国建政 蒋介石逃往台湾 他根本就不愿意身边有一个张国焘 这样的变态狂存在 于是将张国焘赶去了香港 张国焘在香港住到了1968年 随后隐姓埋名搬去了加拿大 1979年 张国焘在加拿大的一所养老院 孤单的死去 居然还算是得了个善忠 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趁鱼 在张国焘这里 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 当然了 这句趁鱼 在红色中国建政之后的日子里 同样也没有发挥过作用 说到了这里 我们必须把目光从西北大地挪开 去看看华北大地 日本军队的铁蹄 在这个时刻 早已经踏出了东北 直逼中国当时真正的文化中心 北京 1933年初 也就是蒋介石正接近全力 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作战的时候 日军跃出东北 进攻热河 当时主则热河防线的也还是东北军这帮废物 一百多名日军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结果就是十万东北军全线溃逃 在溃逃过程中因为争夺道路 相互踩踏 乃至相互开枪 丑态百出 以至于死伤无数 原本承担协防任务的西北军 在这个时刻 被迫挺身而出 宋哲元和孙电英 在长城一线组织抵抗 在付出惨重的牺牲之后 终于在西风口一带 顶住了日军的攻势 五月份 中日双方签订 唐沽协定 日军同意撤军 但是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长城一线 也就是说 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 通过一纸协议 轻轻松松就拿到了 自此华北地区门户打开 再也没有任何天线 可以作为屏障 1935年1月 日本制造查东事件 迫使国军推出查哈尔东部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唐山和秦皇岛地区 到7月份 日本强迫国民政府 连续签订了两个协议 也就是河北协议和秦土协议 要求国民政府主力部队 以及国民党党部 完全退出河北和查哈尔 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适时丧失了在华北地区的治理权 到了这个时候 华北地区能够与日本人掰手腕的 只剩下西北军阀出身的宋哲元和他的29军 总兵力只不过5万余人 当然 此时的华北地区确实还有几万东北军筑房 不过他们都是垃圾 可以直接忽略不计 签完了协议 日本当即在华北地区设置了华北驻屯军 名义上的军人数量限定在5700人 事实上加上各种从属部队 总人数超过4万 并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宋哲元的29军根本就不是对手 有了武力作为知识 日本人更加可以放开手脚 于是1935年10月 日本开始启动华北五省自治计划 强行要求河北、山东、山西、查哈尔和隋远五省 必须完全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施自治 在日本人的武力支持之下 华北20多个交线陆续宣布独立 并建立起亲日的汉奸部队 这个时候 华北地区的局面 事实上就是西北军阀宋哲元以异己之力 对抗日本这个庞大的军事帝国 南京国民政府从来没有给予宋哲元一毛钱的支持 宋哲元并没有凭空编出武器装备的能力 到了1930年代 试图用战斗意志去对抗敌人的重机枪 这就是胡扯弹 所谓长城上的洗风口抗战 宋哲元的部队用大刀片子就砍翻了日本的坦克大炮 这都是农民式的义音 事实上的战斗过程 使西北军人用肉身耗光了日军的弹药 以巨大的牺牲拖住了日军的步伐 金字而已 现在日本人眼看就要倾过而来 西北军人再怎么坚决抵抗 注定也是无济于事 1935年12月 宋哲元无法抵抗日本人的压力 南京政府又给不出任何支援 于是宋哲元被迫和日本人联合成立计查政务委员会 将南京国民政府彻底赶出了华北地区 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表面上是宋哲元 事实上完全由日本人把控 在这之后 河北的局势表面上稳定了下来 然而 所有人都知道 这只不过是日本人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底层渗透的一个过程而已 在完成这个渗透和消化的过程之后 日本占领华北就是顺利成长的事情 并且按照日本人消化东北的速度来看 这个消化华北的过程也绝对不会很长 而一旦被日本吃掉华北无声 那么中国距离全面沦陷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在看完这些之后 各位想必对于当时中国的局势有了清晰的理解 日本步步紧逼 侵吞华北之势已经是无可阻挡 而此时 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正在追着红军到处跑 绝对不会去华北支援宋哲元 对于蒋介石来说 他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就是关税 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航运 提供了他八成的财政收入 华北丢还是不丢 对于蒋介石来说并没有切夫之痛 谁是实际控制华北的军阀 谁就能在华北收税 并且就应该由他来负责华北地区的防务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基本游戏规则 指望蒋介石将自己口袋里的前河兵 拿去支援宋哲元 这就是与虎谋皮 根本就不现实 好吧 理解了这些之后 我们必须再把目光投向西北 西安事变这样的恶性兵变事件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已经是大势所趋 必然爆发 东北军早已变成了全员废物 他们不可能承担得起消灭红军的任务 对于这二十万东北军人 就地解散就是他们最好的安排 如果实在不想浪费这批垃圾 那么就把他们其中的精锐挑一部分出来 再彻底打散 分开编入中央军 花两年时间进行消化 这种操作也可以 然而蒋介石一想天开 非要逼着东北军去与陕北红军死客 就这种奇特的决策 也不知道蒋介石是不是脑子里缺根弦 要知道时间进入到1936年底 陕北红军已经是一支残军 眼看着就已经淡尽粮绝 就靠跟东北军私下达成的协议 乞讨会一些残羹冷饭 勉强维持生存 只要你蒋介石愿意派出几个师的主力兵力 到陕北扫荡个几轮 对付这个时候的红军根本就没有难度 并且此时蒋介石的中央军 其实也没啥活干 张国焘强生意识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被消灭了 华北那边的局势虽然紧张 不过你蒋介石对此也不介意 你的中央军此时根本就是闲着 派到陕北去打红军完全没有问题 根本就犯不着非要赶着东北军上架 最麻烦的是此时的蒋介石 对于张学良早已经与周恩来达成停战协议一事 居然是一无所知 1936年10月 面对东北军停滞不前的战况 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进行督战 要求张学良发动全面围剿 张学良直接予以拒绝 此后蒋介石就在洛阳和西安两地之间长期居住 不停地逼迫张学良进兵 张学良对于这种逼迫越来越无法忍受 到了1936年12月上旬 蒋介石在西安召集了一次国民党的高层军事会议 意图剥夺张学良的军权 然而剥夺军权这样的大事 本身就应该是秘密进行 所有的步骤都必须低调严谨 事前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然而蒋介石再次来了一次神操作 他居然在12月11日晚上组织了一次晚宴 并直接向张学良宣读了会议决议 这种搞法的荒谬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张学良当然不甘心就此丢掉东北军 于是当天晚上张学良就发动了兵变 拘押了蒋介石 当时在西安参会的全体国民党高层军政官员 包括陈成、邵立子、蒋鼎文、魏立皇等核心要员也全部被捕 其中有一些官员试图反抗 当即被枪杀 事变之后 张学良通电全国 喊出了一些非常响亮的口号 比如立即停止内战 联合抗日 释放政治犯等等 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 张学良没有提出任何方案 此时的张学良就是在试探舆论 如果舆论对于蒋介石没有任何同情 那么他直接干掉蒋介石并取而代之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不过接下来的情况令张学良大吃一惊 首先在共产党这边 对于要不要杀掉蒋介石就发生了巨大的争论 争论的结果 不杀的意见占了上风 在当时的军阀时代 蒋介石其实已经是唯一一个 可以在中央政府的位置上坐稳的人 其他所有人都不行 汪精卫本质上是个文人 手里没有兵 李宗仁手里有兵 但他本质上也还是跪系军阀 无法统筹全局 蒋介石一死 就意味着天下大乱 日本必然会长驱止入 而到了那个时候 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一切地方军阀都犹如土鸡挖狗 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至于此时穷得犹如乞丐的共产党 更加不可能火中取栗 发展壮大起来 而在苏联这边 斯大林更是坚决反对杀掉蒋介石 对苏联来说 抢到了东北的日本才是心腹大患 为了抵抗日本的威胁 苏联的远东军不断扩军 已经扩张到了五十多万人 与蒋介石联合抵抗日本 已经是斯大林的既定国策 在这种关键时刻 张学良如果杀掉蒋介石 对苏联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并且此时此刻的中国人突然意识到 蒋介石这个人其实也不算坏 他的南京中央政府靠收关税活着 地方上的税收他碰都不碰 根本就算补上贪婪 虽然他也抓了一些政治犯 但整体上还算尊重知识分子 也没有实施党禁和报警 对于那些辱骂他的舆论事件 蒋介石经常气得骂娘 但事后其实也没有真的追究 在抵抗日本的问题上 蒋介石好歹也在松户战场上打过胜仗 比张学良的垃圾东北军 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把这件事想明白之后 全国的舆论开始统一 要求释放蒋介石 事情演变到这一步 张学良已经没有办法 于是只能安排共产党方面 与国民政府的代表展开谈判 双方的谈判进展非常迅速 12月23日开始谈 到12月25日 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 就达成了协议 主要是这么四条内容 第一 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并停止剿共 第二 国共联合抗日 第三 红军改组为国民政府军第八陆军 接受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的统一指挥 第四 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 中共停止土地改革 协议达成的当天晚上 张学良就跟随蒋介石一起乘飞机离开了西安 飞抵南京 从那一天开始 张学良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 一直到蒋介石死后才重新获得自由 而东北军则陷入了混乱 他们先是发生了内讧 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了一通 之后就被蒋介石彻底打散 编入了中央军 垃圾东北军 自此消失在历史之中 懦弱无能 自此就成为了东北男人身上的标签 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洗刷不掉 抵抗日本的重任 当然不可能由这些外表牛高马大 实则怯弱如鸡的北方男人承担 面对日本的铁蹄 南方的英杰们将会挺身而出 用他们瘦弱的身躯支撑起中国的脊梁